学不气馁的两人 一段 看来我们跟他们离得很远了呢 对不起 还麻烦一座前辈帮我带路 不费不费 但是看样子我们只能够走这条山路 才能够追上前面的物丸跟新兵位了 希望别发生什么事才好 说的没错 我跟乱太郎都被称为坏运的保健委员了 尤其一座前辈是忍住学员第一坏运的人蛋 所以被称为坏运委员长 所以就算是遇到一两个山寨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是说像这样吗 乖乖把身上之前的东西都交出来 如果想保住你们的命最好乖乖照做 一座前辈 对方只有两个人 等我属于一二三就一起往旁边跑 好 怎么了 你们两个都不想要命了是吧 一 二 怎么了 想反抗吗 三 好痛啊 好痛好痛啊 前辈 你没事吧 还好啦 没事 话才刚说完就遇到山贼 乱太郎 你不要那么沮丧嘛 本来就会遇到倒霉的戏 我们也有心理准备啊 说得也是 早点遇到倒霉的事 接下来就能安心地继续走了 说得好 又出现了 喂 此路是我开 不要想由此过 留下买路财 这次人数这么多 我们没办法逃出这重重包围了 哎呀 人数怎么这么多 这么多人包围根本就逃不出去嘛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座前辈 一座前辈 这如你们所想的 你们无处可逃了 放心吧 雷看 为了把我们围起来 敌人整群散开了 等我取到山 就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是 喂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一 三 糟糕 老大 你用倒下的树木把路封起来果然很明确 之前那两个人就有如共中之鳖了 前面没路了 不要跑 前辈 现在怎么办 用烟球阻断对方的细线 他们不静了 跑到哪里去了 人呢 前辈 看样子他们找不到我们了呢 是啊 希望他们就这样洗先啊 你们几个 给我分头到森林亭找 是 他们追来了 不用担心 有一个忍序很适合这种状况使用 适合使用的忍序 嗯 把这个往我们沉浸的反方向丢出去 让他发出声响 我懂了 这样山贼们就会往那边追 我们再趁机跑回路上 一口气朝村落的方向跑去 对吧 没错 我想到上课曾经学过这一招呢 准备 我要丢了 好的 这边边 快追 非常顺利 是啦 好了 我们走 是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做前辈 你做前辈 怎么了 走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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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躲在那里 快点过来了 走开了 他们都做啥 该不会是把东西丢到乌鸦的巢里 结果惹乌鸦跟屁了吧 想不到他们丢小木桥的时候会丢到乌鸦的巢里 又够倒霉 我们走吧 是 好痛 好痛 好痛啊 好痛啊 好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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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不久那里就没有办法到村了 现在该怎么办 用保护绳 把这棵树跟那棵树绑炸一块 弄成陷阱 原来如此 这样就好了 然后把绷带跟药品也一起摆在这里 我们被发现了 怎么办呢 你们两个 找到了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他们哥来了 前辈 前逃 成功了 是 是蛇 不对 他们竟敢射陷阱 两个臭小子 运气真差 我们先躲起来 是 快逃 不要过来 不要再让世界去变糟了 注意得救了 原来走那条山路是一条捷径 但是还是不要走比较好 会出现山贼 你说山贼 啊 那么一座前辈的伤 是跟山贼战斗 啊 这一座前辈真了不起 没有啦 奇怪 我身上并没有任何被山贼伤到的伤口 虽然倒霉也算幸运吧 奇怪 但是如果没有倒霉的事情 就不会变成幸运 乱太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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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过来啊 算了 我来啦 嘿嘿嘿 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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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